我将参加第一届 爱之日常音乐节 继小军 佳佳 戴爱玲 黄运玲 陈珊妮 许如云 爱姨两等 这些流行乐团中相当受欢迎 而且几乎都获得金曲奖肯定的歌手 今年11月30号 12月1号 12月2号 将于台北西门红楼参加台湾首届爱之日常音乐节 这场别具意义的音乐节 是由音乐人郭恒奇所发起 黄运玲 陈建奇 两位重量级制作人 担任音乐节音乐总监 主要是呼应12月1号世界爱滋病日 希望借由音乐超越一切的力量 包容所有受到歧视的爱滋病患者 同时化解许多人对于爱滋病的恐惧误解 小米歧视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就跟同志画上一个等号 其实不是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妇女 还有爱滋宝宝等等之类的 他都在这个其中之内 可是很多人都只关注到 就是同志这一块 我希望借由这个音乐节 是让大家慢慢慢慢地去了解 这个如何跟这个病相处 在一个同一个空间当中 而不是去排斥它 三天音乐节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桑布衣 季小军 佳佳等原住民歌手 要唱出包容的力量 红玉玲 幻方 马玉芬 以及主持人黄紫焦 要演唱曾经抚慰许多受伤心灵的心理歌曲 艾姨良 柯智棠 赫什等人 则会以新一代的音乐人视野 传递关怀爱滋的讯息给下一代年轻人 其实跟生病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包容和爱 就跟你包容所有的疾病一样 对 是需要耐心 然后需要爱去化解这样子的分歧 以及恐惧的 所以我觉得用音乐当第一步 是一个很温馨的方式 郭恒基表示 这次音乐节组的音乐野猪 也会有市集和影展 正式售票预计8月24号开卖 另外他们也同步发动群众募资 邀请民众参与的同时 也能帮助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 让他们能够为更多艾滋病患者 提供实质的协助 中国面台记者就想与音江招伦 台北政府报道